为什么二战时的瑞士没有遭到入侵 是因为他中立国的身份吗 可当时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同样是中立国 却都遭到了德国的入侵 可见瑞士能够独善其身 靠的并不是中立国的身份 虽然瑞士国土面积不大 人口也不是很多 但瑞士却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国家 早在14和15世纪 瑞士就以出产雇佣兵而闻名 在当时欧洲的很多战场上 都有瑞士雇佣兵的身影 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在1527年 189名瑞士雇佣兵为了保卫教皇 直面对抗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军 在惨烈的战斗中 瑞士雇佣兵们成功带领教皇突破重围 同时也付出了147人战死的惨重代价 可见瑞士人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在1815年宣布成为永久中立国之后 瑞士就一直奉行全民皆兵的政策 18岁到42岁的成年男子 每隔两年就要抽出三周的时间到部队服役 一旦打仗 瑞士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组织起大量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国家 在1933-1939年间 瑞士人一直密切关注局势 开始制定本国的防卫计划 在边境以及一些战略要地 修筑新的防御工事 并维修加固已有的军事设施 瑞士边境上的道路 桥梁和隧道里都埋涉了地雷 到1939年为止 瑞士用于国防的经费 就已经达到了10亿瑞士法郎 因此德国想要完全征服瑞士 付出的代价肯定非常大 除此之外 由于瑞士出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 德裔之间的物资输送 还要依赖瑞士的申格达隧道 一旦开战 瑞士将这条重要的隧道炸毁 德裔之间的物资输送 就会被切断 在瑞士的高山上重建隧道又费时费力 要是再加上当地游击队的破坏 那就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工了 除此之外 德国需要通过瑞士银行换取外汇 才能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 如果真的对瑞士开战了 恐怕对德国的影响更大 当时包括戈林在内的很多德国高官 都将财产存入了瑞士银行 如果瑞士一直维持中立 无论战争的最后结果如何 他们的财产都仍然存在 因此进攻瑞士的计划 遭到了很多德国官员的反对 在多方面的影响下 德国针对瑞士的圣诞树作战计划 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感谢观看